用地球人的话来说 我是个外星人 我的母亲可能是银河系最贪吃的星球 一年零三个月之前 我被拆拍到了这颗遥远的星球 调研这里的食物 刚来地球的时候 浑浊的空气和随处可见粗脂烂造的料理 让我觉得这里并不可爱 但为了完成我的工作 我还是在地球上 留了下来 这是我和总部联系的唯一工具 总部会通过它释放一种粒子 心跳急剧加速 联络器就会发出滴滴的响声 提醒我打开接收器 汇报成果或者授取任务 目前为止 我和母亲失联三个月 回想起来 我也说不清究竟是这里 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 还是他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 武唐是我最特别的客人 他总是慢悠悠的 做什么好像都慢了半拍 他吃一份食物 常常又花上几个小时 但有的时候 他又像是在赶时间 行色匆匆 武唐我喜欢你 你真是太好看了 好看的我不敢多看 又忍不住看 就像奶油蛋糕上的红樱桃 像樱桃上最亮的那个闪光点 不止想了解你的 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你的生活 就像寿司师傅完全了解秋刀鱼的骨骼 就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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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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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